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才 我們一直受著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天氣都比較冷 我們一起看看大約6時時時 各區的氣溫 在市區來說大約12度 不過在新界很多地方 例如打鼓嶺一樣 是只有3度 氣溫方面跟市區有明顯的差別 主要原因是跟輻射冷卻有關 在比較乾燥和微風的日子裏 輻射冷卻的效應會比較明顯 亦引致氣溫的差別 至於現時生效的天氣警告方面 有寒冷天氣警告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 以及雙凍警告 大家要注意保暖和保濕 以及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士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香港附近 其實雲量不多 所以我們預測今日來說 都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早上是寒冷的 氣溫方面在日間 就會上升到接近19度 風方面會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 而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看電腦的雨報圖 在接下來的一兩天 日後的東北季後風 就會是有所緩和的 所以我們預料 fifth 在接下來的一兩天 就會是氣溫是有所回升 以及是一些大致天晴的天氣 不過早上仍然是清涼的 到了星期日 就會有另一股的東北季後風 影響我們氣溫會再一次下降 這節的天氣就到這裡 再見 明镜与点点栏目